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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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在路上 像我們在台南 比較常見的是在廟口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黑琴 可是卻很少人去了解他 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麼 然後就走過路過 然後就這樣錯過了 然後不知道他上面的意思是什麼 那有一天就是我看我爸爸在畫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好像蠻有趣的 那上面的圖騰遺憾啊 也有很多的故事跟脈絡 於是我就用我自己創作的方式 下來開始畫得起 這是故事的一開始的部分 對 那 黑琴的話 他其實 這個 兩面 他其實算是 同一服黑琴 其實是正反面這樣的 只是我們為了讓大家 好 理解 他的正反面 對 那黑琴為什麼會有正反面 那正反面又應該怎麼區分呢 最低功的雞 所以你看看我最低功的 啊 家人 我家人是在天上心目的 所以 就像媽祖婆娘 最低功做這支雞 要來鋪鞋 鞋子 要來 來 所以我們如果 黑琴 台地上 一定會 因為基本上 你如果不買什麼 限天上的 你真的要畫出 代表 譬如我找東西 我也要尊重 這個元素的東西 是正在說的 所以說 你如果去外面 不管他寫什麼 一定會畫到出 這是 因為這是這樣 那像我們的派別的話 我們是女三法派 那我們的派別 有很特別的名字 就是 他的這個 回字 他是寫 陳 紅 胡 那通常都是會寫 陳紅明 或是 這不是一個人的名字 他是真的有一個人的 長青的回字 對對 這是 因為這樣念起來 好像一個人的名字 然後我們會特別注重在 胡子 因為有一個傳說 沒有啦 只能就是 口耳相傳下的 所訪 是跟我們說 我們的 脈絡有可能是 源自於 澎湖那邊的小訪 所以 我們是朋友的法 出來在我們台南 對 聖宗追願的派出 對 去把這個字體 所以我們這輩子 不是寫一筆 就是我們的毛病 多一筆 減一筆 也是這 不過你要解釋出來 不過 有過大的老法師 或什麼都會做的 有一個祇合 很多人的符 都教不懂 自己的頭做這個祇合 有可能那一筆 這個符 其實是 這一次 你如果他聽到一筆 這一次 打下去的這個口 裡面 是古早的名 也是古早的名 所以有可能 用苦的老 先行 他就是做這個 所以我們這班 都會寫自己 所以我們家裡 覺得 哪裡有什麼 真意 一定是我們派問裡面 然後我們這塊的第二套大特點就是香爐 我們都會說這個香爐很像 我們在拜拜去廟裡拜拜的時候 是不是會點那個煙啊香啊 然後讓那個我們的祈求祈福 隨著這些鳥鳥的香煙上傳到給上天的旨意 那其實我們這裡的用意也是這樣的 它其實上面是字 它是寫御赤然後天后 因為它這裡是天上聖母 那它也是用香煙的這個概念 把我們想要傳達的傳到到上天去 所以會有這兩大的重點在這裡 那其他的話這個叫做伴福 陪伴的伴就是增強它八卦的福利 所以黑其它上面的東西其實都是圍繞著一些神力啊 還有一些符咒這些都是比較祈求讓人心裡能夠平安啊 吉祥這些為主的 並不是說我看到這個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好害怕喔 然後我就想逃走了這樣 對 那其實很多上面的用語都是吉祥化的用語 包括我們看到另外一面 那這個有珠 那這個切珠笑 千龍珠笑 那這個白褲 那這個構成 這是我們要用清晰的授題字 那剛剛有同學講到玄武 為什麼沒有玄武 因為我們的師公他 他有想到一個點是 那個玄天上帝又稱為玄武大帝 中武大帝 這樣子名會上會有衝突 那勾成 他其實是北極星的第一顆的星星的名字 如果你們現在去查 維吉百科也好 還是什麼 構成你就是第一顆 北極星星的名字 所以那時候是公司的 去代替 而不去玄武 直接衝擊到他名會的關係 對 就是我們 將 可能會完成的 好 對 因為 確實是真的 滿難的 不要 你們會幫他小小衣服 其實真的滿難畫的 然後我們這邊 有幫大家想了一個 會比較快的方式 就是先幫大家 鋪一個底層 然後 主層的地方 都有油空白 讓你們可以填屬 你們自己的主層 對 那我們 後來畫完了 第一次 之後發現 還是有難度 然後 然後就延伸了另外一個版本 就簡單一點點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選 選擇想要挑戰困難綁的 還是簡單一點點的糖粉 下去做 然後我們再做個記號 在我們這裡再 就是先讓大家選 選完之後 我們會去把它車成這樣 然後 再讓大家去畫 背面的漆青 跟前面白色的 這樣 對 背面這裡 我把你們放進去的地方 素材你們畫 看你們畫七千 二、三、三 那你們想畫的都OK 也可以來找老師好的 對 對 把你們打在裡面 讓你們可以有 有這個用 後來就說這面 讓你們看想在畫上 對對對 兩面都有 因為原本是七千 但是後來想說 讓大家也可以有一些 自由創作 跟發揮想像的空間 都可以去做 對 接一層給了一個工作部 然後可以 大家可以拍起來 然後回去想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來教授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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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 熱情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答案 請問一下 在0.002台上 0.003台上 0.005台上 0.006台上 7.005台上 他可以寫他的稱號 他的稱號是什麼 比如說這邊有口穴的 有... 中部 你可以把牛天寫一隻 牛天三水泰豬 直接寫一隻 對這個 這裡有一個玉 然後它是刺立的刺 在這裡 然後它變成一個蓋子的感覺 然後它這裡就會寫 裡面的水泥都在裡面 中間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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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變得非常萝靜 水泥 然後上海豬 然後調到一個 生路床 所以這個四角 為了 然後下一個 一段 像 這兒中間的水泥 之後會教大家上色 上黃色跟紅色的部分 怎麼上色 對 一種是你直接把黃色的翻成比較粗 然後就直接畫 畫完之後畫紅色 把它拆在黃的方面 然後另外一種是 我直接先寫紅色的字 寫完之後旁邊圈黃 然後如果我的黃色吃到了紅色的地方 我再拿紅色的回來 那這一個畫法是 所以我們施工它的畫法 在這一個畫法上 我們先前面的畫法 然後再用它 再用它 然後再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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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最近的菠蘭是菠蘭的 是菠蘭的,主要是菠蘭的 明天我們是菠蘭的 菠蘭的粉有少許菠蘭的 水桶就是三個 這樣 三下鋪 四下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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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鋪一標合大 合大三下鋪 這樣看 三下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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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迫你前途 拉起來 好,有了,有那個感覺 這樣嗎? 一瞬間下去大力就有 我還是不醉呢? 好,我還是在這裡